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在视频网站上传了一段追思秋毕制的影片 内容令人很是哀伤 这个消息一开始没有得到官方验证 老搭档廖伟凡得知后非常震惊 忍不住伤心落泪道 我期望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但不知为何 我的泪水一直停不下来 在消息还未证实前 他多方打听 问遍了节目班底 但没有人知道秋毕制事事的消息 最后 在秋毕制的弟弟那里 证实了秋毕制已经去世的消息 秋毕制的弟弟表示 是 姐姐很低调 不希望打扰大家 所以没有任何通知 会将同事的关切之意 转达给姐夫之息 希望大家不用去打扰家人 目前姐夫也刚恢复平静 据悉 秋毕制年前因为身体不适 去医院做了手术 没想到手术结果不尽人意 术后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最终不幸逝世 这个消息着实令人感到错愕 所有人都没想到 原来秋毕制是因为手术 并发症离世的 明明生前身体还很健康 就这样突然离世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而同样因为手术 并发症离世的 还有国标女王刘真 当时 刘真逝世的消息 也是令各界感到忧伤 她与老公辛龙 以及女儿之间的各种暖心故事 却又让人感动不已 据悉 刘真是在陪女儿做检查时 无意得知自己的心脏有问题 医生方面表示 不做手术会经常晕倒 甚至有生命危险 在医生的建议下 她安排了手术 谁知手术过程并不顺利 手术过程中 她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于是装上叶克膜进行抢救 暂时稳住生命特征 然而好景不长 她在装上了心室辅助器后 又出现了脑部自发性出血的状况 经历过多次手术后 最终还是没有挺过去 无独有偶 61岁的廖伟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但她曾经也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考验 消失在大众面前多年的她 因为搭档去世的消息 重新现身荧幕前 也揭开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患癌治疗经历 她表示 自己曾在2012年罹患口腔癌07 因手术失败 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当时的医生不慎切开了她的血管 却没有发现这个疏忽 造成了医疗事故 本来已经成功出手术室的她 又被推回去紧急补救 直到事后才知道 自己遭遇了医疗事故 如果当时医生在术后 没有发现这个疏忽的话 恐怕她早已丧命 不过即使命救了回来 失血过多的她 还是出现了五大后遗症 甚至严重到一度中断了她的事业生涯 她回想当年的遭遇称 头肿的跟西瓜一样大 出现了口齿不清 讲话漏风的现象 还会不由自主地流口水 更要命的是 身为一个主持人 她的嘴巴竟然在树后变歪了 这让她感到晴天霹雳 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晚了 所幸 她的心态非常积极乐观 在努力复健后 终于恢复到了树前的水平 不过她当时没有太当回事 直到去年身体再次亮起了红灯 嗓子失声长达半年后 她才重新思考人生 现在的她 不仅戒掉了四十多年的烟瘾 经常游泳健身 保持健康生活 还在儿子的鼓励下 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有人问她 为什么不起诉当年造成医疗事故的医生 她笑称 医生也不是故意的 她对我也挺好 谁没有失手犯错的时候呢 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就没有必要再怪罪她了 所以当得知秋碧智因病去世后 她非常不舍 完全无法接受 还说她就像大家妈妈一样 更曝光秋碧智在她没钱买房时 做出一个暖举 令她永生难忘 她回忆到 当年与秋碧智主持五灯奖时 节目发展已到中后期 虽然不像巅峰时那么风光 但依旧是如日中天的当红节目 她怎么也没想到 秋碧智在事业巅峰时 为了家庭与孩子 放下一切移民出国 虽然不能理解秋碧智 为何甘愿放下一切 但她表示自己对秋碧智一直保持着感恩的心 当初没钱的自己 因想买第一栋房子 而苦恼不已时 秋碧智得知后 立刻带她去和银行谈房贷 甚至直接帮她把房屋利率砍到最低 虽然不是多么伟大的举动 但这份温暖相助的心意 却是她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因为她知道 秋碧智一直把她当成家人来关心 她也感慨地表示 自己对秋碧智的印象非常好 认为她完全不是艺人 就是一个妈妈的感觉 很照顾大家的一个前辈 在台湾电视开始活跃的时候 综艺节目也随着蓬勃发展 电视台热衷于发掘新人 选秀节目应运而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灯奖 虽然开播于1965年 但真正产生影响是从70年代开始 直到1998年才停播 其实这档节目最早叫田边俱乐部 田边是一家制药厂 这家厂的标志是五盏灯 所以后来节目又改名为五灯奖 节目是群众报名 然后参与节目中设置的比赛 有歌唱 舞蹈 还有相声 手语 乐器等等 要过五关 五灯皆亮才算获胜 最开始这档节目被安排在 每周末下午一点播出 可见不受重视 但随着电视的普及 以及人们越发开放 想通过表现自己 实现梦想 节目开始红火起来 1992年 当时还是台东爱唱歌跳舞的小女孩 张惠妹报名参加了 五灯奖唱歌比赛 结果四度未能最终闯关成功 在病中父亲的鼓励下 她于1994年再度参加比赛 终于获得了最高荣誉以及五万元奖金 五灯奖是早期的选秀节目 最擅长的除了表演就是煽情 张惠妹闯关成功后 她在台上感动落泪 动情地说 自己第一次参赛失败后 是父亲的鼓励 才使她有勇气再次参赛 现在自己终于五度五关 但父亲已经因病过失 说到伤心处 她哽咽到不能言语 台下的观众也陪着她时累 这一招式 至今内地的选秀节目还在沿用 难怪今年广电总局下令 要求选秀节目要大量减少煽情画面 在节目播出后期 由于观众收拾口味的变化 加上同时段深耕多年的中式 大陆寻奇节目 新进的华世名侦探柯南节目 以及不同时段 但同性质的三立宗艺台 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节目的兴起 五灯奖的收视率变得每下愈况 1998年7月19日 五灯奖播出最后一集 内容是该节目33年来的历史总回顾 从此以后 五灯奖正式走入历史 据报道 五灯奖平播之前的每个月 为了补广告量 台市得赔上两三百万元的新台币 五灯奖开辟了一个平民参与传媒造星的管道 在媒体看来 当时平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于党国体制的精英贵族教育 有很深的被压抑与自卑情节 因此五灯奖的火爆 有着平民对党国精英文化控制的一种反抗和挣脱 直到进入九十年代 节目开始带有强烈的商业运作色彩 而随着政府开放报禁 党禁 以及对民营有限电视管制的放开 更多更具冲突性的电视综艺节目开始播出 社会新闻开始娱乐化等现象 慢慢夺走了五灯奖曾经拥有的辉煌 在五灯奖之后 台湾其实还有着《超级新人王》 《残酷舞台》等选秀节目 《超级新人王》和《超级女生》比较类似 也曾挖掘出周杰伦这样的天王 而《残酷舞台》的游戏规则与其他综艺不同 节目中 评审所评判的 不是参赛者表演得好不好 而是他们表演得烂不烂 由于节目的人气 也让CHE这样的偶像团体脱颖而出 但这两个节目也和五灯奖一样 慢慢因参赛者素质不高停办 在金牌电视制作人詹仁雄看来 《超级新人王》和残酷舞台相继消失 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周期寿命问题 以前红遍美国的美国偶像也日渐示威 这是世界的潮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